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陳若蘭 印度總理莫迪 6月21日至23日 對美國進行國時訪問 白宮高規格接待 雙方還簽署了一系列的國防和商業等協議 專家分析 美印關係全面升級 全球產業鏈去除中共後的再重組 即揭制中共一帶一路的滲透 也進一步構成民主國家圍堵中共的戰略拼圖 6月22日 拜登總統在白宮為莫迪的國事訪問 進行歡迎儀式 出席的還有包括印度裔社區成員 外交官和美國高級官員在內的7000人 美國印度一片歡呼聲 莫迪說 這次受邀訪問白宮是巨大的榮幸 拜登說 共同建設一個值得兩國人民尊重 建立在民主 人權 自由 和法治基礎上的未來 白宮此前表示 美國支持印度大國崛起 而印度作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將在未來幾十年成為美國關鍵戰略夥伴 美印將提升兩國間戰略科技夥伴關係 加強包括太空、清潔能源、半導體、 人工智能等 新興科技的合作 並在軍事上更加緊密合作 美國還將協助印度發展下一代的6G網絡 並歡迎印度參加美國的拆調換調項目 將美國境內 由不可信賴的廠商所製造的電信網絡 全部拆除更換 淡江大學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主任 鄭欽毛22日對大紀元分析 莫迪這次訪美 轉變了地緣政治形勢 原本印度認為 南亞是它的勢力範圍 跟俄羅斯維持良好關係 來對抗中共壓迫 而美國對於印度平衡美俄關係 亦就爭一眼閉一眼 但現在不同了 鄭欽毛認為 俄烏戰爭帶來整個南亞地緣政治的變化 而且在中共不斷升高對鄰國的壓迫下 印度很自然就倒向美國一邊 此前美國在印太地區 先進行了西太平洋的聯盟部署 其中在第一島鏈與菲律賓 日本、韓國和台灣等盟友的軍事合作 鄭欽毛分析 在南亞這部分 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夥伴 即是可以壓制中共所謂的一帶一路 對於南亞、中東 以及東非的滲透 也能夠進一步完成整個美國 與西方國家圍堵中共的一塊很重要的平徒 德里的亞洲社會政策研究所學者 莫漢告訴路透社 這是印度和美國之間根本上的轉捩點 這不是壓制中國或反中的問題 而是關乎在亞洲建立新的權力平衡 沒有單一勢力主宰 資深時事評論員李林一 22日也對《大紀元》表示 美國是要聯合印度去壓制中共 這樣印度也純粹推舟 就印度的判斷 如果中共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 是會打仗的 印度需要防備 與美國聯合是最好的防禦態勢 目前印度已經超越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大的人口 但是就不像中國人口那樣嚴重老化 印度還擁有全世界最大的色寧生產的人口 也就是它的年輕人口 顯示了生產力很強 鄭陰毛表示 美國非常高規格的接待 因為印度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夥伴 也就是說美國所推動的有幫外包 即是將生產供應鏈外包 給值得信賴和和平的夥伴 而且是民主國家 由於中共經濟脅迫 西方開始對中共去風險甚至脫鉤 2023年3月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在美國阿里桑那州 設廠動土典禮上 當著拜登面說 全球化幾乎已死 自由貿易幾乎已死 之後引發了廣泛討論 鄭陰毛說 此前的G7峰會上 西方主要國家都已經定調 將中共排除在民主國家供應鏈之外 印度當然在這個再全球化部分 他在此加緊與美國合作 6月21日 莫迪和特斯拉首席執行官 馬斯克舉行會晤 馬斯克介紹了特斯拉在印度 設立生產基地的計劃 並希望將SpaceX的星鏈網絡服務 推介到印度 馬斯克表示 印度在可持續能源領域 具有無窮的潛力 包括太陽能 固態電池 以及電動汽車 莫迷毛說 所以從方方面面來看 莫迪這次訪美 不僅著眼於 他接下來面對選舉的考量 也從地緣政治 全球化 全球再分工的角度 他訪美 都是對雙方國家利益最好的考慮 在國防合作方面 拜登與莫迪 還將宣布三個國防合作項目 白宮說 第一是史無前例的 通用電器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簽署了諒解備忘錄 將在印度合作 生產戰鬥機使用的GE-414發動機 第二是印度將允許美國海軍艦艇 在印度船廠進行維修 第三是宣布成立 印美防衛加速生態體系 加速印度新興私營部門國防工業 與美國國防部門的整合 李林一對大紀元分析 俄烏戰爆發後 印度很尷尬 無法再向俄羅斯買武器了 要是在道理上站不住腳 而是俄羅斯武器不好得去哪裡 武器一旦壞了 還得俄羅斯人過來維修 印度只能夠一點點轉向西方 逐漸將俄羅斯裝備淘汰掉 鄭欽毛認為是中共自己把印度推向美國 印度原本就是南亞 甚至往北擴散到中亞地區的一個穩定力量 這幾年來 中共非常侵略性的外交 對中印邊境經常不遵守原先定好的中印之間 關於邊界的一些協定 去破壞、去越界 讓印度不堪其妖 這個也觸發了印度和美國進一步合作的契機 特別是印度跟中國 這兩個世界人口最龐大的國家 原本就存在不管是地緣政治 還是全球經濟 都有所謂的競爭關係 鄭欽毛說 印度轉向美國已經非常明顯 在整個印太戰略中扮演的積極角色 印太經濟架構 以及四方安全對話裡面 都已經倒向西方民主國家 整個南亞的形勢發展 就可以從莫迪訪問白宮 以及白宮對莫迪的高規格接待 來做一個總結 其實就是反映整個印度態度的走向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自大紀元記者 程靜、諾亞採訪報導 這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dni妳都不會完adi 再感到k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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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остр